海军113年敦牧远航训练支队,乘风破浪,勇往直前,历经近50天的航行,万语里的航程,不仅再次验证我国海军具有远距作战实力,也成功达成敦牧邦誼,宣伟侨胞及教育训练等多重任务,带着荣耀与丰盛成果反抵国门。 The Mission Man Close Training,敦牧远航训练航行过程中,全舰官士生兵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舰上度过,摇晃的巨浪,狭窄的活动空间,极枯燥的生活形态,无不严厉考验着全舰成员的Well Power and Endurance,这种不为艰难达成任务的精神真的令人佩服呢? 没错,敦牧远航训练不只让舰上官兵更加熟人装备操作,也透过食物课程及各部位职根舰学,培养官校生专业航海能力,拓展自身视野。可以说本质上就是一趟以专业知识验证作战食物的学习之旅,是对变成合格专业海军干部的重要历程。 接下来就让我们赶紧来看看今年敦牧远航的执行情形。 並可以參與海軍督幕永航訓練 到兩個友邦國家實施訪問級操演 也感謝國軍能讓我有這樣的機會歷練 為我的軍旅生涯更為充實 因為當地的環境就是跟台灣不一樣 所以跟在台灣演奏國歌也有不同的感覺 我覺得說能夠在國外演出國歌 是非常有榮譽感的一件事情 海軍軍艦所到之處是國家的象徵 更是主權的延伸 中華民國海軍肩部巡弋海疆 捍衛國家安全重任 每年都會編組敦牧遠航訓練支隊 赴海外友邦國家訪問 將我國壯盛軍榮與情訓經驗成果 展現在友邦民眾及海外僑胞面前 增進我國與友邦國家間的交流 共同雙方情誼 敦牧是一個非常有傳統的一項 我們海軍重要的力型的一項訓練任務 能夠讓我們未來的海軍官校畢業生 還有我們的海軍的艦隊 能夠有更好的訓練的機會 我對於我們敦牧艦隊 所有弟兄們的表現 我這是給他們100分的表現 今年由油彈補給艦磐石軍艦 成功級成功軍艦 及康定級敵化軍艦等任務艦 組成的海軍113年敦牧遠航訓練支隊 搭載近800餘位中華民國海軍官士兵 以及海軍官校國防大學政戰 理工管理學院應屆畢業生 滿載著國人期許與祝福 遠赴海外兩個友邦國家敦牧邦夷 執行長達一萬餘里的遠航訓練任務 每當敦牧支隊航敵有關國家時 都會看到該國的政軍官員 僑借人士和民眾自發性地 在碼頭邊不斷揮舞兩國國旗 熱情迎接支隊的到訪 艦隊靠岸後 海軍官兵也會在當地進行演出 展現勤訓精煉的精實戰力 每一次我辦理這個敦牧艦隊的來訪 我都可以深刻感覺到 全國舉國上下 都是以歡欣鼓舞的心情 來歡迎敦牧艦隊的訪問 像這幾次再放出場的表演 我們都可以聽到 小朋友們學生們 這樣子無比興奮歡聲的尖叫 那相信就像他們的教育部長講的 這個會給小朋友開啟 另一個學習的經驗 讓他們感覺到運動還有專注 還有一個努力不斷學習的奉獻 是能夠提振他們的學習的效果 其中敦訪第二個友邦國家期間 官校學生也前往當地籃球場 進行圍牆彩繪 除繪製兩國國旗外 並加入海軍督幕艦艇 在海上航行的圖樣 展現兩國長久以來的深厚友誼 我們接到的命令是要採繪籃球場的牆壁 基於就是我們海島型國家的共同特色 我們除了就是用海藍色的顏色做基底之外 我們還想著就是用我們雙方的國旗 來象徵我們兩個國家的情誼 值得一提的是 敦訪期間也適逢當地建國45週年國慶 支隊官兵受邀參與友國憲法日 在當地的體育場進行採接教育 與友國民眾同樂 也在會中進行操演 獲得友邦民眾僑胞的熱烈掌聲 除了戰力展演與各項活動外 海軍多目訓練支隊 也透過文宣館所承設的各項展示品 將我國先進科技 人文藝術 特色美食 及國防自主發展成果 有系統的介紹給友邦民眾和旅外同胞了解 拉近友邦與我國的距離 進而肯定 認同 且支持中華民國 說真的 每年都一直在盼盼說我們的國精能來 以前在這邊只能接著這一餐回味故鄉的家鄉味 所以同時也在這邊 現在我站的也是屬於我們中華民國的地方 是滿驕傲的 像我們在這邊海外的僑胞也非常想念我們自己的故鄉 然後看到你們就看到真的是看到自己的親戚朋友 每一次都非常的期待你們來 感謝你們 你們也辛苦了 印象最深刻的部分是船上的宴會 那畢竟是準備了台灣的家鄉會 所以讓我們在旅外的人員都可以非常的懷念 每趟蹲訪結束離開前 都睦支隊都會邀請友邦政府代表 我國大使以及旅居當地的同胞們 一起參與聯合升旗典禮 當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緩緩升旗 總是激盪起官兵和那些旅外華僑心中澎湃洶湧的愛國之情 每次都睦艦隊到訪 我們在這邊的台灣的僑胞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期待 長期離鄉背景到這邊來工作 我們其實一直以來最感動的永遠都是升旗典禮 這代表的意義我覺得是非常深遠 海軍督睦遠航除了敦睦邦遺 宣衛喬包等任務外 更重要的就是透過遠洋航行 讓隨見見習的海軍官校 國防大學分發海軍的應屆畢業生 深刻體驗艦艇服務的海上生活 從最真實 最基礎的鍛鍊中 完成海軍的新火船程 遠航最重要的任務就是 其實是學生的訓練啦 因為在學校裡面學到的東西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理論的 其實是比較空泛 那可以藉由遠航的這個訓練 他會比較長的時間 去游跟船上的官兵 一起去接觸裝備的操作 對他未來的工作 是有很大的幫助 在這次的敦睦遠航訓練當中 我們學會了不只航行、食物 像是從架式台及戰行室 滾空式的間隙 讓我們更了解 床上的各種裝備租源 這些裝備租源 是我們身為海軍之後 必須所知道的 我來自中美洲 貝里斯 我是在海軍官橋的交換學生 我們要排到動物圓航的訓練 我有到成功級軍艦 也有到五三兩軍艦 然後我第一艘成功級軍艦 有學到了很多 對海軍的事 在海洋航行的事 然後也來到五三兩 有看到海上加油 有學一些戰術運動 我希望畢業後 我可以帶回很多的學道的東西 然後讓我們國家也可以 用到這些學道的事情 也可以讓我們兩個國家 台灣跟貝里斯 可以做得更好朋友 這次我是負責在國外 向外國的貴賓 介紹我們台灣的特色 以及美麗的地方 像是武器 或是我們原住民的介紹 其實沒想要今天透過英文 那我覺得這一方面 也是讓我更加了解台灣 那一方面也是向國外友人 更介紹台灣 因為我未來是輪機部門的出關 那輪機部門就是它的機艙是高分貝 然後又是高溫度的 然後士官兵們在底下工作非常辛苦 讓我非常的敬佩 然後跟著士官兵們也學習到很多有關 輪機 裝備的知識 對未來有做很大的銜接 多目支隊從北半球航向南半球 繞行大半個太平洋 在超過一萬海禮 近五十天的航行中 全體官兵始終秉持著 為國家 為國軍與個人 爭取最高榮譽的信念 以堅定信念與矛鍊精神 接受遠洋海訓洗禮 擔任展演的官兵 每天都會頂著酷熱交揚 整齊列隊在搖晃不定的 船艦飛行甲板上 勤訓鼓練 即使漢族雨下也不曾放鬆 要把最佳的表現 呈現在有幫國家人民面前 我們一隊超強是屬於 比較有力道頓點的 然後不論是在力道 或者是耐力上 女生都屬於弱勢 那我們會用更多的時間去練習 努力跟上其他隊員的步伐 然後讓我們的槍線一致 所以我覺得男生可以 我們女生一定也可以 劍上及路上訓練最大的差異是 劍上空間及高度有所局限 及重心偏移的問題 所以在劍上訓練的時候 會以原地、轉身及連續前進動作 還有核心穩定及各部肌群穩定為主 避免兩人互助借力、跳躍的動作 因船隻晃動造成人員受傷 這都是教官在安排課程上 所需要注意的問題 歡迎迪化軍艦並行車部 歡迎迪化軍艦並行車部 在遠航任務中 海上加油是最頻繁 且具危險性的一項操演項目 會使各任務艦的戰備油料 合乎安全標準存量 擔任油料補給的磐石軍艦 必須定期進行海上加油 操演官兵各司其職 依標準作業程序 順利執行加油作業 確保各艦的遠洋續航及作戰能力 祝迪化軍艦劍運槍龍 全體準備鎖拳打力 操演員會做鎖距的檢查 包括鎖距的架設 銀欄 以及電話線的架設 注重的是 他們在傳送銀欄期間 有沒有穿著手套安全護具 有沒有穿戴好 以及這個編組是否足夠 可以抗拒這個拉力 畢竟這是最高風險性的一個操演 所以不管是受不見 移動不見的指揮 都要隨時的注意狀況 此外 每年敦目遠航訓練支隊 為確保敦目期間航行安全 都會特別那邊一群修護精英 組成場修小組 專門負責處理軍艦臨時產生的 各項疑難雜政 場修小組是因應任務修護需求 那邊各地區後勤資源指揮部 及艦隊具有載台暫序修護 相關專廠資人員組成 協助任務艦在國港整備 國內環島及國外航性等不同階段 裝備整備 凡事易則利 不易則費 做最好的準備 遇到狀況發揮專業 團結合作共同面對及解決問題 平安訪航圓滿完成任務 為見證我國國土經略成果 海軍敦目訓練支隊 於返程途中前往南沙太平島 藉由官兵學生代表 一同踏上國境疾南 進行島上巡禮 參訪各項建設 實際了解中華民國 在南海地區護衛疆土的 實際作為 第一次來南沙太平島 看到很多海巡的弟兄住所在這邊 那這邊的生活設施真的非常簡單 我覺得他們住所在這裡 真的也是非常辛苦 天氣通常都是炎熱乾燥的 所以真的是辛苦海巡弟兄了 順利完成任務的海軍113年 敦目遠航訓練支隊 帶著敦目邦誼及宣衛僑胞的豐碩成果 圓滿繁底國門 即便當日下起滂沱大雨 但仍擋不住家屬激動的心情 迫不及待與艦上官兵揮手招呼 除了熱淚銀慌 更立刻獻上鮮花 擁抱擴別多時的官兵 場面相當感人 很感謝他有這個機會 可以參加這個實習 這些日子我們真的覺得他成長很多 然後他也覺得他自己很有成就感 進步很多 覺得他當海軍變得更成熟 懂事穩重了 感謝海軍 謝謝 希望他在這邊平安健康 成長風破巨浪 國海軍勇往前航 參與此次遠航的官兵 學生以堅忍毅力克服惡劣海象 投入各項戰備訓練 他們所展現出高昂士氣 與學習的成果 證明中華民國海軍 是一支訓練精良 戰力堅強的制海進路 可以有效達成捍衛海江 確保國家安全的神聖使命